那我们今天就是带大家来稍微看一下 新种的木树芽 种子撒下去是爱迪帮我种的 因为木树芽剩下一点点的可能也是要继续把它再种些起来 昨天是种今天 今天是下午已经种了绿豆 晚上就是来种木树芽 木树芽的种子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上面层是下午的 我说我去这边传统市场买了一斤的绿豆回来 铺了一些下去 明天可能就陆续会爆开了 会爆开了 就可能会发芽 第二层就是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刚才爱迪帮我撒的木树芽种子 已经 弄上去了 然后又浇了一点水 撒的有点多 不晓得多不多也会不晓得 好像 到时候再看 到时候就知道了 对 因为我们有讲 可能就是说在生长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把它拿起来冲洗 把一些旧壳 把它冲洗掉 木树芽 感觉比较不会凑掉 可能会比较成功 所以现在感觉有点多 那就到时候大概过个 两天左右的话 我们就会来把它稍微可能做一个 清洗一下 有跟各位讲 我买了一包大叶的碗豆苗 今天到货 我后来就说 回家的时候7点多就顺便把它 把去虾皮把它领回来 晚上就把它带过来 就是这一包 这包是 我记得是一斤装600公克 那个是 145块 没有海运费 那今天我要 一样是用土来种 就是看我这边有一些土就直接种 然后用的是一个 网然 网然因为你这样直接种土会流下去 浇水的话可能 就一直土漏掉 所以我有哪一个 这个不 这是以前种菜的 那个 这叫什么也是类似也是布之布 过滤的 对 那泥土不会说浇水的时候 经过这个生下去 至少这个还可以稍微 把土挡住 那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我是刚刚是随便挖一个 这个 你要找尺寸大概合的 不要差太多的 然后就找到一片这个 反正是无所谓 因为我们这碗豆是 还要炒过才 还是生吃的 土种的 然后到时候就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个 上面就给它铺一些土 天气也是蛮凉的 对 那对应该有 无所谓 然后基本上 就直接撒上去 照理说是要泡水 他说不要麻烦 就直接 不要麻烦 他都叫 浸菜啦 要都说浸菜 所以 所以各位不要觉得我这个人最怕麻烦 可是要先喷 对 没有先喷他 没办法 直接就放这边就好了 因为如果没有在这边 如果没有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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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胶袋给你咯 放着这样应该就 就可以了 不行 没有往这边